增加等於是第二階段的部分 第二階段的話就是說 把剛剛的那個部分改成就是說 讓它還原,然後讓它再玩一次 因為玩一次它不過癮,它可能想要再玩一次 這有點像遊戲的雛形 甚至你們將來是不是可以把這個納進來 如果可以的話更有趣 加一個文學家的遊戲 不知道要怎麼做 這個可能想想看 甚至的話你可以怎麼讓人家猜猜看 比如說你要看完這個APP之後 你可以出一個題目 比如說幾個題目 第一個是這個作家他出生在哪裡 出此類請回答 第二個問題第三個問題 如果可以這樣的話 那感覺比較會有互動性 那這個的話就很像是一個什麼 一個CAI吧 一個教學式的一個APP 那這個地方我們來看一下 怎麼改 首先的話一樣 輸入10 好了按確定 太低了 太低了 更高一點 15 恭喜 你看我兩次 對了 OK 好那你會發現 這裡多了一個什麼東西 多了這個東西 有沒有 因為如果沒有這個按鈕的話 那將來你要再玩一次 你便要退出再進來 那其實有點麻煩 所以通常是什麼呢 我們如果今天希望 能夠再多一個這個按鈕 然後按下這個之後的話做什麼 按下它之後呢 亂速重跑 然後把這個清除 把這個恢復 有沒有 你會發現這邊的數字不見了 恢復為訊息 當然你如果現在再猜15 會不會中 如果會中的話 顯然這個程式有問題 所以應該是重新low一個 看一下 有沒有 就不一樣 太高了 太高的話 再往下應該就是 所以 大概8 OK 太高 6 還是太高 3 你看 還太高 太低 那就知道了 OK 不過這個感覺 再玩一次 OK 就這樣 應該知道邏輯吧 所以關鍵的地方就是說 我要怎麼樣產生這個按鈕 那這個 這個按鈕什麼時候會出現 就是當它已經 玩完之後 想要 最後已經猜對了 所以喔 你要知道說 它怎麼出現的 那就是當它猜中了 它才會出現 如果它沒有猜中 那它就不會出現 所以喔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程式怎麼加 第一個的話 首先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程式的話呢 會增加一個什麼 按鈕 按鈕 按鈕2 不過你會發現喔 這邊理論上應該會有按鈕 其實為什麼按鈕不見了 我跟各位講喔 這個按鈕 預設 預設我是把它 怎麼樣 把它的一個屬性 這上面的東西叫屬性 把一個屬性 把一個屬性關閉了 預設是什麼 叫做可見性 所謂可見性 所謂可見性就是說 可不可以被看到 那如果預設值應該是為真 有沒有 可是喔 我把它什麼 關掉 那意思就是說 當它被這個APP啟動的時候 它是看不到的 那當它什麼時候被看到 就是當它答對了 所以特別是說 這樣為True 就為真 這樣為Force 所以你看那個程式裡面 有一個邏輯 是為真 為假有沒有 那這個為假 這個就為真 OK 所以你可以用這個方式 去切換說 你這個按鈕會不會被看到 所以預設值這個是關掉了 所以待會你們怎麼 拖拉一個按鈕 然後變按鈕2 請你把它打勾取消 不過裡面的話可能 大概字把它30 然後呢 裡面就是再玩一次 然後可見的地方把它打勾取消 所以基本上 就是按鈕進來之後 然後呢 改這個 改這個 然後把這個打勾取消 這樣就OK了 好 第一步喔 所以界面其實只有增加這個東西而已 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來看程式 那程式該寫在哪裡 所以喔 這個程式的話呢 基本上呢 我們是當什麼時候那個按鈕會出現 其實主要是這個 也就是說呢 如果你今天希望讓那個按鈕 被看到的話 那其實就是什麼 我在這個按鈕2這邊有沒有 點了之後呢 找到這按鈕2的可見性喔 為真 OK 所以喔 在什麼時候呢 主要是這個地方 是當它猜對了 然後再把按鈕打開 所以特別重要 這個怎麼做 我注意一次給大家看一下 1 這個地方的話 你可以什麼 設 它的可見 所以可見的呢 可見在這裡有沒有 可見有沒有 然後呢 拖拉到這裡 然後呢 然後呢 然後面的話呢 放一個為真 真的話是邏輯 邏輯裡面為真 把它放過來 然後把它放到哪裡 放到這裡 來就可以了 當它猜對了 然後把按鈕改成 讓使用者看得到 OK 那接下來的話呢 按鈕按下去要做什麼 按下去之後的話 意思是再玩一次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當它被看到了 再玩一次 那就是把亂數重跑 然後這邊把它清掉 然後這邊的話 改為訊息 所以我基本上的話 就做了 應該是三個動作 看一下 所以第一個的話 亂數重跑 那亂數怎麼重跑呢 就是呢 設 所以這邊的話 打這個 其實你會發現 這邊有個設置 把這個設置拖拉下來 然後呢 後面再加上什麼 加上就是1到20的亂數 那第二個的話呢 把標籤改為什麼 訊息 然後把那個文字輸入盒裡面的1 改為沒有 沒有的話就空的 或者你也可以輸入10 然後直接就輸入10 讓它知道 然後再來的話呢 還有一件事情 把那個按鈕有沒有 本來是為真對不對 把它改為假 為假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看不到的意思 有沒有 所以其實喔 畫面上面的東西 如果你要讓人家看到的話 那就為真 看不到就為假 大概是這樣 就是這個是True 這個是Force 大概是這樣 好 所以喔 這個地方請各位 今天的那個練習 大概就是 把這個部分把它完成 那我這邊其實也有 在雲端白板48頁 也有把剛剛的重點提示一下 關鍵的地方 這個地方 為可見性打勾取消 那程式的話 就這個地方加一下 然後再加一下 然後再加一下 那當然呢 這題如果做完的話 你們可以再試試看 只能拆三次 有沒有 三次拆到了 就不能再拆 有沒有辦法改得出來 OK 那 不然這樣好了啦 今天的這個作業 你可以選擇性要不要交 如果有交 那加分 如果沒交 我也不扣分 是改 拆三次 不是不是 今天這個作業 當然還有呢 如果你交了 你交了我今天講的 那算 加基本分 如果你交了呢 而且呢 你有把這個只拆三次 然後呢 或者是更多數字的話 這兩個延伸題都有做的話 那我加更多分 好不好 反正就有獎勵啦 說真的 其實也不是用分數來 就是為難大家 只是說鼓勵大家 多多去想 因為程式怎麼樣 可以讓變更好 其實就是練習嘛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 反正就是try嘛 就像那個 同學 我剛剛問了一下同學 這怎麼學啊 很多東西都用試的 多試幾次就成功了 所以我發現這個方法 好像比以前那個寫程式 好像更人性化 以前寫程式 好像大家就很容易就想放棄了 但是用拼圖式的 好像大家 奇怪 做出來的結果都超過我想像的 所以我還蠻期待大家的期末專題 然後呢 甚至還蠻推薦各位 如果有時間 有想法的話 甚至可以參加比賽 因為現在很多比賽的獎金 真的是非常非常豐厚 而且我發現參加的隊伍 其實並不多耶 大部分好像都是 資工相關科系的學生 而且甚至他們都還組成 所謂的獎金獵人的那種 隊伍耶 他們基本上沒有打工 他們花最多時間就是 去參加比賽拿獎金 這也是還蠻聰明的 有沒有 然後他又可以拿獎金 又可以拿獎狀 然後將來就業更方便 因為他有成績嘛 那如果你有獎狀 等同就是你有證明文件 有沒有 你以後去找工作的時候 你甚至可以拿獎狀 有沒有 你看我參加比賽 而且我拿佳座 或者第一名 第二名第三名 哇 而且如果你們又假設是 非資訊相關科系的畢業生的話 哇 那這個部分應該會是更 讓人家覺得眼睛一亮的亮點 OK 所以這個部分 當然千萬不要畫地自限 我覺得其實 城市應該也沒有想像中那麼困難 所以當然前提是需要花時間是必要的